字幕提供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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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師弟 早安大哥 我做這個節目做健康蛋 由day one開始 發覺我真的和我很多聖寶羅的師弟們 是雙型法 原來我們有很多醫生 原來聖寶羅真的 許士昌、曾祈欣 今天這位皮膚及性病科專科醫生 就是Dr.How 侯醫生也是我師弟 是聖寶羅師弟 早安 大師兄 早安 我們今天講皮膚 今天講什麼皮膚 當然秋風起三蛇肥 秋風來的時候 天氣就均燥 皮膚就出事了 於是我們經常講的濕疹 現在為什麼濕疹這麼厲害呢 原來和我們的COVID-19 是有一個關係 不如先講一講 好嗎 好 其實我們面對著這個新冠疫情來說 我們的濕疹人是多了 不僅是現有濕疹的人 是多了皮膚發病 也多了新的一批人士 是出現皮膚問題 我在這裡打探 我們經常有一個以為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認識很多家庭醫生都說 自從那個年輕人之後 每個人都會戴口罩 雙風級感冒少了 少了傳染 好像一件多好 少了這些 但是我今天聽到濕疹多了 而是和新冠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是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在新冠疫情來說 我們不斷強調消毒洗手 其實是趕走了 我們在那個生活空間裡面 很多的那些細群 令到我們的生態出現了很大的挑戰 嚴重失衡 甚至乎有很多人因為洗手 皮膚出現問題 甚至乎 彈哥 我講一個故事 好 就是我們2020年 我們開始有新冠的時候 那時候我年初四 第一天上班 2020年年初四 第一天上班 那時候大家放新年假的時候 都知道大件事了 我回到 又不知道什麼事 很恐懼 是吧 初四 我提早半個小時回到診所 已經看到有一個公公婆婆 站在門口等我 那公公婆婆是什麼呢 原來她因為新冠的問題 那個人就叫她票水 不過是稀釋票水 一比九九很貽 對 但肚子一定不是用來飲 又不衝涼 而且是用來消毒 哪知道 沒錯 了她用來抹身 用頎水抹身 他最初抹身時是沒什麼 不過太太說 不要抹一次 抹第二次 第二次的時候 全身全都紅了 他以為是感染 抹第三次 不要做一些不必要的防疫和消毒 因為這些對皮膚有很大影響 這就是一個很極的個案 你剛才說過了68日 理論上不會再有人這樣做 這些事已經沒有 但又出現了另一件事 其實現在太乾淨了 而是影響了我們的長度生態 這個我也是覺得 是的 因為真的無菌 大家希望乾淨到不得了 不可以有細菌 其實也是有事的 沒錯 雖然某些科目的病人我們少了 呼吸道的病人我們真的少了 感冒季節提早結束 甚至乎患病的人也少了 去看醫生的人 這件對於社會是好事 但是在過度防疫 過度消毒 和趕盡殺絕所有的細菌來說 其實對於我們的生態 是在醞釀著一個很大的危機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診所製 其實都看到那些皮膚病人來說 其實是有多無少 好 我們在繼續討論之前 你有甚麼意見可以給到呢 那你沒理由我們不要再防毒了 你們又不可以的 是吧 在你的角度有甚麼意見可以給到大家呢 我想在新冠疫情我們未看到太近的時間 我們可以脫下口罩的時候 大家都要保持著要戴口罩 如果戴口罩的 我們知道也會顯生很多問題 因為裡面也會繁殖很多的不必要的病菌 或者一些不平衡的細菌 所以臉的衛生是很重要的 那你戴口罩你要勤力換 要洗臉 洗手是必須的 但是我們洗完手之後 我們也要注意就是保護自己的雙手 在家居環境裡面來說 我想如果你真的要用這個一比九十九 譬如你真的出入軟舍 或者你真的很多人病痛 那你如果用這一比九十九 但是要混得準 混得準之餘 你最好用精髓過一次 如果你是沒有那些必要的 當然你用簡單的 清水、密密的環境 通通風 其實你那個環境已經可以乾淨和安全 其實是這樣 凡事也無需太過去到另一個極限 大家也要留意這件事 然後當你發覺原來你自己 咦 之前也沒有的 為什麼這一兩年突然開始有濕疹呢 是否會突然間來的 現在是否會嚴重了 是的 是多了人是因為濕疹的問題 當然啦 阿蛋哥 很多人的皮膚有一塊東西 都會在WhatsApp問我 我是不是有濕疹呢 濕疹當然是要講一下故事了 濕疹是一些臨床上我們是要分分別 然後才可以診斷到的 在新冠疫情裏面我們看到的就是濕疹是多了 但也有另外一些皮膚問題是多了的 例如一些主婦手 過敏皮炎 或者刺激性的皮炎 甚至乎好像那位公公婆婆那樣 她的灼傷亦是多了的 這些其實在新冠疫情裏面我看到很多 還有就是那個的影響 我們發覺就是那個濕疹 在新冠疫情裏面來說 她們的表現是惡了的 很多時候她不只是慢慢發出來 她一來就好像灼傷 所以那個的病情是兇猛了很多 那我有問題問你 濕疹我自己從小到大都有 那是否嚴重 我自己都會看回工作壓力 可能對於我來說可能會有關係 或者是飲食狀況 現在這些秋天剛開始來 夏天一轉天是容易有的 濕疹又紅疹 然後有些就可能拚拚一下 就可能譬如我們換衣服 看到一些白色的蝕狀 就留在深色衣服上 還沒看到 再嚴重一點 就可能會有些水泡狀 即是有時候拗損了 可能指甲會少許血絲 這個是不是肌肉最嚴重 還是再有些嚴重一點的階段 你說那個 其實基本上所有濕疹的人 都會發生的事情 只不過是不同的階段而已 即是濕疹來說 其實是所有的 你剛才說的 總之皮膚是發炎 發炎的皮膚來說 只有兩個徵狀 一個是癢 一個是痛 當然你表面看的話 又紅又腫 又損了 甚至起水泡 甚至有些細菌感要 留些濃漿出來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濕疹會發生的 只不過是不同的階段會出生 為何有些朋友 我講完那些之後 那塊皮膚本來是嬌亂的 突然好像老了20年 電視劃化老妝 很粗躁 完全摸下去好像沙子一樣 這個是否和他們太乾 還是有關 其實濕疹來說 它本身最大的特性就是乾燥 乾燥令到皮膚屏障 鎖不到水分 鎖不到水分 令到它下面的細胞 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於是那些過敏員 就好像漏了沙子那樣 那些過敏員長距直進 然後它就會拗 會破壞皮膚 然後會出現了剛才所說的那些 那是小孩子成年人無一幸免 還是哪些年齡群會 絕大部份 我們說的是九成多以上 都是由小時候開始的 濕疹以前 但我們沒有一個叫濕疹的東西 是的 沒有的 是的 從小時候沒有的 我們聽過有一個叫奶鮮 奶鮮 嬰兒的時候喝多喝 經常都抹不乾淨 傳重 就是在那個面珠燈 以及頸部附近 因為那個小孩子還未懂得動 手還未抵得高 人也未動得到 他就會在這兩個地方 就會發一些紅疹出來 紅膨膨的 好像掃煙脂那樣 那些其實就是賴善 大部份的小朋友都是這樣的 其實就是濕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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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一直這樣發的時候 他就會長大了 他就會有一些手腳腳腳欸 膝頭膏後面也會發 This is Aww 典型的濕疹的徵作 以我近年多兩年 我聽過很多書 健康彈的書 濕疹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 我們的嘉賓說過 他就是跟免疫系統有關的 長度有關的 免疫系統有關的壓力 或者有些失衡 嬰兒子的免疫系統其實是在增長的 他又如何影響到 你突然有這些診出現 你說得很對 其實我們的嬰兒子 他的免疫系統出生後 才慢慢成熟 其實這是一個很巧妙的設計 就是上天設計了一個人 這個人在母胎 十月懷胎 就成了一個嬰兒 但這個嬰兒 他未見過這個世界 所以免疫系統 是在他出生後 才開始成長 開始成熟 而這個 頭一至兩年 就是他的免疫系統成熟 免疫系統他要做甚麼呢 他要認清楚在這個世界 哪些是好人 哪些是壞人 他在這個認識的過程之中 裡面來說 如果他的免疫系統本身是有問題的話 他就會發病 另外一個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如果他沒有辦法去認到 其實這個世界是有這些東西的話 他到他成熟之後的話 他就會認這些東西 他就會和他打過 於是就會形成了我們之後說的濕塵 好 今天很感謝 謝謝我的師弟 NOTALHO 謝謝 謝謝Waley 謝謝你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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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